性格偏向于内向的一个人 如何在这么一个外向者占优势的面试场合中 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优势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王老师 像我们这种应届毕业生 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 如何才能够建立一种所谓的事业性 我想这两个问题都交给于老师 他比我回答得好 于老师有请 应平的是一个外向性格的岗位 那么如果你知道自己确实很内向的话 那么这个岗位原本上就不适合你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内向性格的岗位 比如说我常常说 如果我的财务经理 外向到了最后天天在那儿唱歌跳舞的话 我那个财务就没法弄了 他相对一个沉稳的个性 有耐心就在那儿看了所有的数据 所以内向并不是一个缺点 你要知道 性格比较浮躁 也是社会的变革比较快速所导致的 我尽可能鼓励大学生 就是在岗位上至少干到两三甚至五年 这样你就等于这个工作绩成了 你一个职业方向 如果这个工作不是你的职业方向 只是纯粹为了找工作 赚个两三千块钱 先把自己养活了 那随时换工作都没关系 那其实我自己感觉 今天这样一个交流下来的话 有几点 不要广头简历 20家以内足以 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 你所要应聘的这样一个公司的文化制度 还有一些内部的甚至它的问题 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的面试的过程里面 能够对答如流 第二点的话呢 真的不要在意你的学校是否是民想 或者说简历是不是说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在面试的过程里面 这个简历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就是你的态度 你的诚恳 你的能力 然后展现在大家面前 你就会脱颖而出 那么第三点来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你一定先到那样一个再普通的一个职业 比如说前台 不论你今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伟人 或者一个伟大的学家 你在任何一个公司干过前台 干过负责卫生的人 负责或者职务的人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 世界最大的银行 高盛的前老总 曾经在前台收发信件 达十年之久 这个试金子就一定会闪光的 最后说到一个浮躁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浮躁的话 实际上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所以还是要安静心下来 听听自己的心声 想要什么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